师父 请喝茶 嗯 好 哥 你别说宇建这孩子和你还挺像 难怪你那么喜欢他 宇建 你可是你师父的开门大弟子 一定要好好学 是的 以后可得好好听师父的话 知道 但是如果师父说的话没有道理 是错的 我也会直言不讳 替师父指出错误 希望师父不要介意 老周 孩子挺有个性 好啊 干嘛 以后啊 宇建就是你亲哥哥了 知道吗 是的 宇建以后就是咱家的人了 好 去 叫哥哥 好 嗯 哥哥好 那边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拉批的方式 很多都机械化了 但是像秦师父这样的手艺 这样的 呃 最原始的做法 我们还是要保留下来 并且穿承下去 吗 有实 cultural rut律民 哪都不可以 缘故 有实的 依联奇 沃 就是这里 师叔 师父 你先 你看我自己做的瓶子 我看看 师父 这是我自己做的 坟台小瓶子 这是胡老板给的 定金六百块 后天交货了 还有六百块 雨剑 咱们做瓷的呀 不能着急 特别是咱们做仿骨瓷的 你现在就想拿这堆瓶子 出去挣钱 活活还不到 有人愿意出钱 就说明我做的东西有价值 这话说的没错 但是这堆瓶子啊 是你在学艺路上的习作 你不能卖 你得留着 这样啊 你将来做出来的作品 跟它一对比 你才能看到自己一点点的变化 是不是需要修正啊 改进啊 再说了 雨剑 我跟你爸 管你吃 管你喝的 你到工厂去帮忙 还有工钱 挣钱你着什么急啊 不是我着急 胡老板说我这些拿到大城市去 能卖更多钱 他认可我 为什么您不能认可我呢 我没有不认可你啊 雨剑 我告诉你啊 好好学艺 别老想着挣钱 特别是胡老板这种人 我不许你接触 我都学了三年了 镇上的头妹就没有做得比我好呢 他们都可以卖钱了 为什么我不能 因为你是我的徒弟 我告诉你 胡老板那些人啊 他们专门挑向你这个罪数的人 有基础 又好骗 特别是像你这样 拜过失门的人 他可以拿你出去 跟别人讲故事 然后 让你啊 离开雨摇 到他的工厂去做 什么挣钱 你花什么 客户要什么 让你花什么 我说实话 如果你只想着挣钱 我不拦着你 你可以走 但是 你要想在我这儿学艺 想拿他去挣钱 坚决不可以 那为什么学艺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现在有钱就现在赚 为什么你们说的道理才是道理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是你师父 现在还不是你跟我讲道理的时候 我说什么你听什么 我说不许卖 就不许卖 我说不许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 陈大师 我想出去闯闯 我觉得 按我自己的想法来 我也能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是不是这难受 放开啊 错 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 你走啊 滚 爸 我确实知道错了 你哪错了 你怎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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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现在恨不得 恨不得走 我没个人输国 你知道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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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千日老春天 现在我们两辈子也还不起了 两辈子也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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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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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不是要能让我们终于见 你走 陈寇 你没有你这个土地 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 你走啊 走 再也别回来了 再也别回来了 我 你是不是想要不是 你这个儿子也还不起 你跟上一人敵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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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